不过说到骑车在路上如果真的看到有人摔车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是新北市的这名谢先生 他上班途中就是听到了左后方有机车摔车的声音 他自己赶紧靠边停想说上前来关心 但没想到这一关心反而被对方提告过失伤害 对方是一口咬定就是他导致他撞车摔倒的 不过警方在两辆机车上都没有发现到擦状的痕迹 事故鉴定图上也没有擦状点 但是对方却不停的打电话 要求要跟他求偿所谓八千到一万块钱的赔偿 让谢先生觉得好心帮忙却是倒霉吃伤官司 上班途中谢先生听到左后方有摔车声 热心的他把机车靠边停 上前询问摔车男 没想到却被提告肇事 我一过去到那边他马上对我好 并且说是我造成他这样子摔车 但是我只是出于好意 而且前车怎么可能跟后车有发生差状 怎么样也不会是前车的错吧 应该是对方应该要保持安全距离啊 摔车的挡车男 车子看起来狠心应该是心满不久的 左摔在路上他蹲坐在一旁 看着爱车好心疼 而警方现场拍照存证 投诉民众说警方事故调查表 当时他的机车保持在对方的右前方 而且从警方绘制的图表上 看不出来有撞击点 双方各说各话 警方已无行车记录器目击者等 无法分析研判是否有撞击 拨电话跟我开口说 这件事情的费用是八千到一万元 那我当然当场就拒绝他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责任 我只是好意关系他 为什么还要被他这样子求偿呢 早提告过失伤害 西先生说好倒霉 好心性哀告 日之提醒民众自保有三招 报警找路人一起来帮忙 如果被怀疑以后 不要去跟动你的车子 因为所有的交通事故 都一定会有唯物急证在车子上面 可以证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 避免后心后雷金 民众自保动作不能少 记者要关门哨哨 新闻报道